想要出国交换或短期有学的学生有福咯 国际事务处举办了姐妹校联合交换说明会 邀请了日本关系学院大学 以及位于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承办人 为同学们解说及介绍学校 关系学院大学除了有交换学生制度 还有三周的语言文化课程 提供学生不一样的学习机会 从关系学院大学来台师大的交换学生 昨天美旭也简短地分享了她的心得 另外中央民族大学承办人杨艾蒂表示 学校提供了优渥的奖助学金 期望未来能看见台师大学生前来学习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交换学生的资讯 欢迎前往国际事务处询问 公共事务中心廖丸崖戴永璇采访报导